大家好 好那上次跟各位介绍有关安全的各种基本的讯息 还有就是目前市场上面有关安全解决方案的供应商 他们大概的其中两间的方案 那接下来要跟各位介绍的是属于比较像平台式的 我们这边讲的平台它一样也是一个IP可以用在我们的芯片 但是这边讲的平台也就是说它的功能是比较完整的 相当于是一个比较庞大比较复杂的一个安全解决方案 那再来除了Synix之外接下来跟各位提ARM的部分 ARM当然它是一个传统的Processor的处理器的IP供应商 它也定义出一个大家广为人知的一个专有名词叫做Trustron 这个Trustron是ARM独有的 所以你在其他的这些Security的IP供应商里面 你看不到大家敢用这个字拿来它的产品上面去做说明 但是呢大家都会说我能够支持ARM提出来这个Trustron的这个规范 那到底什么是Trustron呢 简单的说它就是把你的系统分成两个世界 安全的系统分成两个世界 一个是属于Secure的世界 一个是属于不Secure的世界 也就是有一个非安全的一个安全的世界 那安全的世界的意思就是说 跟安全相关的这些所有的执行动作 或是密钥处理 或是算法使用等等 全部要在这个安全的这一个环境里面做使用 那反过来 非安全的地方它可以做的事情就更有弹性 但是它没有办法去访问安全的这个世界 也就是说这两个世界是隔离的 安全的部分就在安全的地方 那非安全的部分 它们可以去做很多的这些事情 比方说它可以执行任何不受控管的这些软体 或者是一些相关的这些硬体功能跟安全无关的 所以主要Trustron的部分就是在界定 它把整个安全系统分界成两个世界 一个是非安全一个是安全 那当然需要focus的会是在安全的这个地方 那安全的这个地方呢 也会有一个名称叫做TEE Trusted Execution Environment 那左边那个非安全的地方就是属于R11 R11就是Rich OS Rich OS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种作为系统 它就是可以让你比较 不用花到太多的功夫 你就可以去让你的系统支援这个Rich OS的一个特色 所以左手边的这个非安全的区域呢 你就可以在上面跑很多你的系统需要的这些相关的软体服务 那当然它的底下呢 可以看到有一个Hardware Security的Resource的部分 当然就会包括了相关安全硬体IP的这些module 那这个地方还会透过ARM它提供的一个分位的部分 让这个ARM本身的Trust Zone的software能够借由这些平台的相容 比方说Global Platform是我们常常听到的一种软体的一种规格跟规范 那它可以透过它的分位来无缝接轨衔接这些常见的GP 就Global Platform的TEE的这些软体环境 那来跟它的这个硬体的安全IP来做搭配 所以呢 那接下来这边讲的是它的一个安全IP叫做Cryptocell312 那简称CC312啦 这个CC312呢 它就是一个安全IP 那从这张图上面呢 各位可以看到它其实 它就一样 它是一个芯片的一个架构 只是说呢 它能够支持ARM 它定义出来的这个所谓Trust Zone的这个硬体规范 也就是说它能够分辨今天要我这个CC312做的事情 是来自安全的世界还是不安全的世界 那有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要知道它是安全的世界 还不安全的世界 因为呢 我可以藉由这一个来判断说 安全的世界过来的我比较放心 所以我可以开放更多的硬体使用的权限给它 那相反的 今天是来自一个不安全的世界的一个指令要求 那我就对它会有所保留 因为我不确定它里面有没有一些恶意的 或者是 所谓的不合法这些使用情况的这些动机出现 所以相对的我也会限制它能够去存取 或者是去执行的相关的这些功能 那在算法部分呢 CC312一样它基本的算法也一定也都具备 所以这边的ARM Trust Song会是它主打的一个主要特色 但是在这个地方各位也可以看到 CC312里面是没有Processor的 所谓的没有Processor意思就是说它里面没有强大处理器 它所有的硬体都是用圆形的方式去拼凑 比方说它底下有写到说它有Shar AES或是ECC 甚至是有一些ChaCha这些比较跟智慧 智慧家电有关的这些安全应用的算法 它也能够支持在里面 当然里面也包含了DMA 也需要有一些记忆体来作为运算的缓冲 这都是包含在这个CC312里面的 所以这个CC312在ARM的安全IP来说 这边讲安全IP跟它的ARM的处理器没有关系 这边讲的是对Security的方案来说 CC312算是一个它比较阳春的 所谓的阳春就是它具备一定的算法 你要用算法不怕找不到 但是你要处理器它没有 但是你要说我的系统上面如果有一个ARM的Processor 我能够有送出安全世界跟非安全世界的指令的时候 这个CC312它可以辨别的出来 至少可以让这个芯片设计在系统层级的时候 它可以考量的这些讯息或者是使用场景 或者是全新控管会比较有一个弹性在 这是CC312的部分 OK那这边有稍微列了一下CC312的一些特点 那我就不一一赘述啦 这一页主要要跟各位提到的就是 从这一个方块图上面呢 可以看到它有非常多的软体的部分 可以由ARM这边来进行提供 然后来做设计整合 这一张图呢是属于 它们的一个软体的一个 Software的一个Stack的一个套件 这个套件里面看起来有一点点像是 有点像是芯片设计啦 但是它这边要强调的就是说 每一个硬体的模块 它都有相对应资源的这些 软体的这些操作环境 或者是整合的环境 可以让你非常简单的 或者是非常全面的 可以去操控这个硬体的CC312里面的 这些硬体的加密的这些功能 所以这一页主要是要跟各位提 就是说它的这个软体的部分 跟Synasys雷同 它也是因为它是一个老牌的 处理器的供应商 所以它在软体支援度的部分 也会相当的高 那再来除了312之外呢 它还有一个叫做7系列 那从数字上来说7比较大嘛 所以这边可以看得出来 Cryptocell 712 它会是属于一个比较 Powerful的一个比较强的一个安全IP 那它跟原本的312相比呢 因为这张图有点小 而且主要我们来看一下这些特色的部分 算法的部分 我相信它会跟原本的312差不多 那但是呢 它里面更多的有关这些 所谓的这些安全应用的部分 它会特别的去强调 比方说我们来讲这一页 它就会特别跟你说 我的CC312 我有专属的TEE跟REE 也就是说它可以把这个 它不只是把Hardware可以分成安全世界 或非安全世界来的指令之外 它在Memory的部分也能够把它分成 它是属于非安全的记忆体 或者是安全的记忆体 让它们两个之间不会有相关的资料 会等于说会让它重复的摆放在同一个区块 也就是说让你的在安全控管来说 它会比较有规范 安全的就放安全的这一块 非安全的也无法把资料放在安全的这一块 这是它特别强调说 712有一个这方面的规范 当然在处理器的部分 刚刚提到ARM有了这个Truston的架构 所以它本来里面的硬体的CPU的部分 系统的处理器的部分 就会把它分开成TEE左手边 或者是REE右手边 这样子的一个架构存在 那我们刚刚讲的那些东西有点点抽象 不过我们从这张简表上面也可以看到 就是这个312跟712主要的一个差异 差异除了在这个界面上 还有这个CPU在的配置上面 有一些不一样之外 其他的部分会跟原本我们前一个提到的 Synesis的也是差不多状况 基本的算法它都会有 只是说它们在软体 还有在TEE REE的规范跟界定上面会更加的明确 那也可以让这些芯片设计的这些用户呢 针对它的这个使用场景 它是不是要用到 要需要把TEE跟REE分得这么清楚 来用712 或者是它只需要单纯的支援 安全的世界跟非安全的世界 它就用312就可以了 所以这主要是ARM这边 它在主打这个安全IP解决方案里面 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但是它就能够肯定连行的 优优独播剧场上